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成嫂肯定好连珠拉王祖贤沙滩新美赵庆和母亲节 就爱帽子来搭配近年长住加拿大过着平静生活的王祖贤 母亲节前夕发布两张在沙滩上的新照 祝福全天下的母亲家节愉快 她潜心向佛 每每每在网路上为网友祝导祈福 散布大爱 她在母亲节新照旁就写道 愿天下所有母亲母亲节快乐 阿弥陀佛 并且也问候自己的母亲 永远不会忘了您 咱们的妈咪 阿弥陀佛 照片上她的气色看来极佳 文静秀丽 仍然看起来不像年过半百 有女学生的味道 王祖贤在照片中都以草帽遮阳 其实帽子一直是她颇钟爱的配件 以往回台湾宣传或是做工地秀 都曾经已戴着帽子的造型出现 她曾经戴过淑女帽 草帽 最特别的是为青蛇反台造制时已深色的服装 帽子搭配 形容是穿上防弹逼的心情 原来那时关于她和香港富商林建月的绯闻 已经传开 她必须在家乡媒体面前澄清 先从衣服上补装好自己 而今她的生活远离一切纷扰 又能够像少女一样 悠闲享受宁静的时光 也换回宽大的草帽 更加平易近人 谢依林宣布怀孕升级做妈妈 我不是胖是怀孕了 辛烙娱乐讯 13日 谢依林在微博宣布怀孕正式升级做妈妈 正值母亲节 Hold住姐晒出燕孕棒的照片 并调皮喊话 准妈妈的呐喊 我不是胖是怀孕了 今年3月 谢依林在微博宣布自己结婚的消息 随后 粉丝们也纷纷祝福道 恭喜你呀 Hold住姐 你是最幸福的女人 生完宝宝一起努力逆袭哦 祝福祝福 恭喜你也要当妈妈啦 Oh my god 恭喜当妈 魏如轩 Hold住子 谢依林接连宣布怀孕 魏如轩 娃娃 今年4月初被曝怀孕 她与男星龙陈汉 Chris 绯闻传了近6年 却从未认爱 近来她屡在脸书上表示看见有人跟拍她 随后有媒体报道她已怀孕 当时她对于怀孕一概否认 甚至PO出全身自拍照自清 气掉 隔了一个月打脸自己 宣布怀孕 娃娃在13日母亲节当天凌晨 贴出一张宝宝超音波照片 提到世事父亲曾在她分手时安慰她 也从来不逼婚 接着她坦诚和龙陈汉在一起一段时间 跟恋人比起来的话 我们比较像好朋友 很平凡很简单的过生活 我们的个性很不一样 但也有互补的地方 我们都很喜欢小孩 她提到自己每一次妇科检查 医生都会告诉她比较难受孕 子宫的分数也是低于标准 我也有想过要不要先动软 或是寻求其他方式 最后还是决定顺其自然就好 如果没有小孩也没关系 我身边还有很多可爱的小朋友 就算要认养也是可行的 虽然这样想 我心底仍抱持着期望和信心 我觉得一定可以 她在最后也表示 我的心情是很忐忑不安的 真的是花了一些时间 才比较适应还有比较稳定 希望你们能体谅我到现在 才分享这个消息 提到前期偶尔会出血 状况不太稳定 有打针也有吃药 相当辛苦 她也开玩笑说 会挺着大肚子唱歌给歌迷听 还要医生在舞台后台准备 巡视接生 巧的是 后的柱子谢依林在两个月前 宣布结婚喜讯 接着被拍到体态圆润 疑似怀孕 但当时经纪人否认只是幸福肥 她在母亲节当天 和魏如轩前后公布喜讯 在微博贴出厌孕棒照片 写着开心地跟大家分享 我不是胖 我是怀孕了啦 婚后两个月就有喜 进度相当超前 谢依林宣布怀孕升级做妈妈 我不是胖是怀孕了 新浪娱乐讯 13日 谢依林在微博宣布怀孕 正式升级做妈妈 正值母亲节 后的柱姐晒出厌孕棒的照片 并调皮喊话 准妈妈的呐喊 我不是胖是怀孕了 今年三月 谢依林在微博宣布自己结婚的消息 随后 粉丝们也纷纷祝福道 恭喜你呀 Hold住姐 你是最幸福的女人 生完宝宝一起努力逆袭哦 祝福祝福 恭喜你也要当妈妈啦 Oh my god 我看你了